十一月十一号 由我们明信足球队 赛港大球场 约定题 今次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其实除了一个足球体育的交流 我们希望可以作为两地融合的交流平台 其实刚刚我们中国香港队 在杭州亚运取得好的成绩 感受到全国人民都一起为我们港队打气 所以这方面是非常感动的 今天可以宣布和川昭合作 下一步会有一系列的不同的足球体育比赛 包括我们停了几年的散港杯 这个是一个起步点 今次这个活动其实是民间为主 其实是给我们球迷作为主角 希望我们可以吸引多些球迷入香港大球场 令到这些体育足球盛事 可以多些跟我们的市民 和我们内地的朋友 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来到香港 了解我们香港的发展 我明信足球队是其中一个队员之一 亦都是年纪最大 因为我们仍然可以下场的 他们当我是队中有一路 游有一宝 我每次都有尽量参加 上一次贵州我又去踢的 这次他下来我当然要应战 穿超他能够将足球的运动 在贵州带起 虽然他们是一队业务的球 但是他们的心是很好的 令到整个贵州对足球是非常热烈 那这次下来香港 他们说报仇 好啊 欢迎他们 经上来 亦都是希望能够和川昭 和香港的明星足球队 带起香港足球运动 川昭在全国 河夜起来 把足球推到另一个景点 所以每个人都很 享受很喜欢 所以就是我们 反正我们也那么喜欢足球 所以我们就用诚意 请他们下来 比赛的结果不重要 过程是重要 好 上次他们公告主 又送了诊书给你们 你们全国公告主 又不送你没有 应该送一头羽猪吧 哈哈哈哈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